Hello 大家好 是我Karen 唱運樂 今天帶大家走一條超短的美景路線 行程的起點已經有個絕美的打卡位 之後我們去到一個 好像外國一樣的湖泊 最後還有紅葉 懶人交遊說法 紅葉 開心 有很多鳥在草那裡 跳一下跳一下 真漂亮 又有絕世打卡燈 Hello 大家好 我是Karen 唱運樂 今天我們快速地來到北潭R 有很多方法可以前往北潭R站 其實我今天用了一個比較新的方法 去前往這個地方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最近九巴新開了一條巴士線 是33R 簡直就是新家人的喜訊 這輛車是將我們由荃灣的原景深城 送到西宮的北潭沖 途經城門隧道轉車站 換句話說 你搭任何一架九巴前往這個轉車站 再轉33R 就可以極速地到達西貢的北潭沖 但大家都知道 如果想看更美的美景 是需要再進去西貢的入點 在北潭沖這裡可以免費轉乘 任何一架前往黃石碼頭的巴士 上去之後 其實我們搭幾個站 就會見到北潭R站 今天的目標站 就是北潭R站 雖然已經日暖嘴說了很多資訊 但也要提提大家 剛剛說的方法 就不是唯一一個方法到達北潭R站 參考螢光幕這些方法 看看哪個方法最便利你的 現在我們就在北潭R站下車 你會見到大部分乘客 都會過馬路去對面 因為其實那邊是很多山形的氣點 不過我們今天有一個 極快速就看到的打卡位 我們是不要過對面住的 繼續靠左邊 繼續向下走 很快很快很快 就會見到一個很漂亮的觀影台 現在看到右邊有洗手間 有針水機 我們一會兒會回到這個位置 所以不用急著去洗手間 可以看觀影台 回頭才去洗手間 我們距離花市站 應該是五分鐘之內的下車 即是三分鐘左右 對面就是我們想走過去的觀影台 過這個馬路的時候 要小心一點 真的看清楚兩邊沒有車 才好過 因為這裡是沒有安全之類的問題 小心啊 懶人交遊方法 我們下車了 真的三至五分鐘左右 就來到這個不談爭的觀景台了 我們又找到這個絕世打卡椅了 這裡我出去真的超開心 而且是沒有人知道這個位置 又或者是有人知道 沒有人來 不管了 總之就是沒有人在這個位置 真的很開心 這個觀景台確實CP值非常之高 走了幾步路 就已經看到一個這麼漂亮的景點了 這裡可以看到我們一會兒會走下去的一個土瓜坪 一會兒下去我們就在低處了 所以這個角度會不一樣 現在是高處欣賞了 遠遠還有這個塔門 很多人去郊遊 看牛牛 看草原的一個小島 其實下面是一個水水活動中心 那就是靜火的 但是不知道怎樣預約 有朋友知道的話 就在留言幫我聽怎樣預約吧 其實這裡有好幾張椅子 剛才前面也有坐下來 大家過了一會兒 然後向後走 這張椅子的角度有點不一樣 都畫了太陽 可以曬到我的臉 所以有了好幾 這裡看過海的角度有點不同 就是有點對整海峽 剛才是側一點點 但是就近一點 就看看大家喜歡哪個位置拍照 其實兩個位置都很漂亮 我們現在要沿路上去 去到剛才說有洗手間的位置 那個就是我們山徑的入口 我們這次就走這邊了 終於開始行山了 要去洗手間就去洗手間 今天我們會由北潭坳 走到黃石碼頭 整條路一個多小時就完成了 風景非常優美 快點走 開始走 立刻有樹蔭了 今天這條路線非常輕鬆 是下山為主 一開始這段路段 風景未去到非常開揚 在樹和樹之間 就會見到外面的海 遠遠這裡都見到藍蛇尖 香港三尖之一 這個洞都挺漂亮 看上去也挺有紅樹林的感覺 我想前面那一帶應該是一個紅樹林範圍 所以你看到它有點灰灰的色 其實灰灰色的水 即是鹹淡水膠界的位置 它就會沒有那麼藍 你看到藍的地方 就是海水比較多的地方 由剛才的洗手間起計 大概20分鐘 就會來到我們今天第一個分岔位 這裡都有清晰的指示牌 我們是會轉左 去黃石碼頭經桃瓜屏 離開了剛才的分岔位 真的沒有五分鐘 應該三分鐘左右 我們面前已經看到海景了 現在面向著海走下去 有些太陽在右邊曬下來 我覺得真的挺漂亮 而且這條路很舒服 真的很容易走 天艇亮了 其實周圍看也會有些紅葉 雖然說很集中 但也挺漂亮 離開了剛才的丫叉位 大概20分鐘左右 來到今天路程上 很重要的一個地點 這裡是桃瓜屏 這裡昔日是一條漁村 現在已經是一條荒廢的小村 一看到第一間小屋之後 我們就會看到一整排小屋 這裡有個分岔位 一陣子走到碼頭 是要走右邊 我們現在可以往前走 看看小屋 前面有些草地 還有一個紅樹林 可以看看 但是一陣子也要走回 回到這個壓岔位 前面很漂亮 剛才我們沿著小屋 一路向前走 這裡有些草坯的物體 前面有些紅樹林 和一些石灘 而且這裡非常多小鳥 可能沒有人騷擾他們 是有很多小鳥在草 跳下跳下 超漂亮 回到剛剛才說的T字位 現在我們要下碼頭 看到碼頭 真的挺漂亮 出去看看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桃瓜平村的碼頭 今天是聖誕節假期 但我都看到了 又沒有人 但其實整條路的人都增心不多 都有一種清淨的感覺 這裡看出去 真是比紅樹林和海水 其實紅樹林和海水同一樣 包圍著 近乎360度圍著你 現在差不多日落的時候 太陽是金黃色的 因為它曬在水平面上 和一些樹葉上 看出去真的很漂亮 很平和 而且通常這些碼頭 海螺不是很厲害 有少許湖泊的感覺 不會很大浪地蓋過來 所以很平靜 很美麗 然後這裡也要浪地蓋 在水平面上 有些水平面上 真的要有什麼 相當的水平面上 可以用煙精而炊補 很多水平面上 會有很多水平面上 越來越化 現在的水平面上 继续沿着路线 前往黄色码头和红叶 不知道有没有呢 有没有红树林 如果仔细一点看 里面都会看到有些 焦潮蟹和大眼陶鱼 我们会继续沿着红树林 走一段时间 走啦 离开了码头五分钟左右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分叉位 左边就可以极速退出这条山路 上去可以乘搭巴士离开 右边就是继续走 去我们想去的黄石码头 途中还会看到红叶 请不要中途放弃啦 前往黄石码头这段路 就难度提升了一点点 有些位置都要揽一揽大石头 踩一踩泥路 但我觉得初学者都应该认识到的 哈啰 发现红叶树 沿着一条路一路走 你会很明显看到有几棵 是枫香树 枫香树是这样三爪的 树叶好像枫叶 是香港品种的枫叶树 我们后面这边 看过去应该有四五棵枫叶树 它又未至于超级深红色 但也很明显看到它红红的 我觉得都挺漂亮的 可以在下面站在这里打卡都可以 我现在是蹲下的 如果这样蹲下才撿一些叶 这样才能拍到 但也不错 挺漂亮的 当然没有跟大唐比的 不要跟大唐比了 我们来这里看到也挺好的 不错 开心 其实这条路就算去到后段 都一直看到海在我们右手边 相机比较难拍 因为也有一些树遮挡着 但其实你的肉眼 一直都看到外面的海的红树红范围 其实这里是属于黄石加乐径的一部分 所以走几步又有这些椅座 看着外面的山和海都不错 天气好的时候 西贡的海真的很漂亮 但是西贡的海很难很难很难 行程来到这里 终于看到今天最后一个分叉位了 这里也是继续跟着黄石码头的指示 在分叉位转右 很快就会下到黄石码头的烧烤场 想不到来到这个终点 一样都有一张绝世打卡椅 我们已经来到黄石码头的一个烧烤区 或者野餐区 这里全面的海景真的非常漂亮 如果大家时间要充裕一些 即是早点开始走 最后来到这个地方真的可以野餐 烧烤就难一点 因为没有理由拿着烧烤巴探山 所以最后可以在这里野餐也不错 交通的情况 其实一下山已经见到巴士站 有车回沙田 鑽石山 或者西贡市中心 今天就这样了 喜欢的话就给点赞一段短片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给今天非常感谢 我打伤一下我 谢谢你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